想知道当红的话题用英文怎么说吗 跟着News ABC 听时事 学英文 Come on everyone 真的非常好吃耶 除了产出美味的稻米之外 它们割下来的稻草 也可以用来编织成 结实又舒适的猫龙哦 而且也深受爱猫人士的喜爱 那这个猫龙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呢 这些猫龙可都是几位老奶奶 手工编织而成的工艺品哦 这种稻草猫龙 其实是关川村当地 从百年前的大正时代 就流传到现在的传统稻草工艺品 这一个个的猫龙 都是得靠这些阿嬷们的巧手编织而成的 由于这是百分之百天然材料 冬暖夏凉 不只猫咪们很喜欢窝在里面 可爱的外形也深得爱猫人士的欢迎 成为热门的商品 消费者在预定之后 甚至要得等上五六年才可以拿到耶 那我们今天就利用这则新闻 来学一些新的英文单字吧 第一个单字是 笼子 Cage 笼子 Cage Cage The parrot in the cage called my name 那只在笼子里的鹦鹉叫了我的名字 The parrot in the cage called my name 那只在笼子里的鹦鹉叫了我的名字 第二个单字是 工艺品 Craft 工艺品 Craft Craft My grandfather loves woodcraft 我的爷爷超喜欢木头工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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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个单字是 材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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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terial Material Our school jackets are made of waterproof material 我们的校服外套使用防水材质 Our school jackets are made of a waterproof material 我们的校服外套使用防水材质 那么今天的单字都学会了吗 那下次再和我们一起听新闻 学英文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本单元由高雄广播电台与文早万语大学传播艺术系 文早网路电台合作直播 谢谢收听